在这个看脸的社会 经济的五官 曼妙的身材 都能给一个人加分 然而 美并不仅仅是女人的专利 有些英姿赛爽 风流倜傥的男星 一旦反串起来 简直就是把女生往绝路上逼 但有惊喜 也一定少不了惊吓 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 男明星男扮女装的造型名场面 看看到底谁是妖孽吧 影政和黄晓明主演的 并编不是海棠红 前段时间经常上热搜 这部剧男演员们 都有尝试男扮女装 每一个造型都令大家贪为观止 尤其是影政扮演 商戏蕊这个角色 美而不俗 一个男人可以诠释好 这个角色很难 原来可是哥哥张国荣演过 有前辈在前 影政也是非常难了 没想到她造型出来以后 震惊自作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女人吧 陈晓之前在那年花开月正园中 有扮演过女装戏剧造型 比女主孙丽还要娇美百倍 陈晓天生就生的俊美 这一点就连孙丽本人 都不得不服气 陈晓身穿桃粉色西服 佩戴上专用发饰 惊眼众人 看完她以后 突然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女人 这年头逼不过同性就算了 就连异性搬起女生来 都比我们美几百倍 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侯明浩也是一个比较俊美的演员 因为她年纪小 所以男扮女装更加美 之前在《放开我 baby》第一季中 她曾经在最后一期扮演女生 当时差点没尽掉下巴 如果不是因为字幕上写的是 侯明浩谁敢认 刹那之间 脑子里蹦出来一句 若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 不需要多厚的浓妆 一个回眸没敢拉满 既懵懂又温柔 连面部表情都写着 顾盼生姿 虽然之前侯明浩有过一些负面新闻 但是作为一位娱乐圈的宝藏男孩 她还是值得挖掘与珍藏的 与侯明浩的柔弱截然相反的 还有曾顺兮的灵动活泼 她演的《小燕子》比早几年的翻拍版本 还出神入化 很多人一眼看了 还以为是恶搞批图 就连本尊赵薇围观了全城后 都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 还说她是眼睛特别大的一个姑娘 之前的一部扑街剧 成化十四年 这剧胡到什么程度呢 从头到尾无量点 只有男主观红的女装扮相 火出了圈 没看剧的 真就以为她是女孩子 笑起来妥妥一甜美 服装造型也加分 这扮相比太多古装烂剧的女主还好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用心穿女装 用脚做剧情吗 凭借山河令 机身顶流行列的工具 她大火之前也是穿过女装的狠人 而且不止在一部剧里穿过 工具皮肤白皙 五官棱角分明 扮女装其实是很有优势的 山河令播出之后 有些新网友发现 她撞脸了张玉希 两人各种角度非常相似 甚至一度被怀疑成兄妹 只能说 好看的人果然不分性别 马天宇被称为不老男神 虽然已经三十多岁 但是依旧像个二十多岁的 偏偏少年一般 她曾经在古剑奇坛中 男扮女装过 穿着最粉红的衣服 还扎着辫子 大眼睛扑闪扑闪 谁能不被她迷倒 为什么这些男性 还要跟女性抢饭碗 女演员真的不容易 既要防这同行女生 还要防男演员 娱乐圈里男扮女装 很对味的 还有TFBOYS 三小只在电视剧 《我们的少年时代》中 曾经穿过洛丽塔 打扮成少女 青春感失足 或许是还在青春成长期 并没有成熟的男艺人们 宽大的骨骼 所以他们穿起女装来 毫无违和感 就男王渊来说 本身长相精致如画 面容脚好 头戴蝴蝶结 竖着两条小清新的麻花辫 显得乖帅可人 而王振凯 因为长得棱角分明 女装扮相更天俊 而不是柔美 看起来功气十足 更像是高冷美女 一阳千玺在TFBOYS中 是长得最硬朗的一位 穿上女装后 虽然没有另外两位软萌 但是很有邻家妹妹的感觉 有时候一阳千玺 还会用小红帽做掩护 穿着这装扮走到机场上 恐怕粉丝都认不出吧 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 接地气的名字 叫刘燕芬 看来扮女生 我们迁徙是认真的 大多男艺人扮女装 是为了艺术 亦或是搞怪日常 而有的男艺人 就是天生为女装而生 艺人孙坚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样力 他的女儿身 可是能跟冰冰一较高下的 举致投足间 尽显女性的魅力 满满的高级感 张一山在电视剧 七个我中也有女装角色 这个女生是张一山 饰演的多重人格中 一个少女角色莫小娜 穿着粉色毛衣白肘裙 加个粉色发夹 喜欢帅气的小哥哥 喜欢追星 性格傲慢 又带脸可爱 张一山将这个角色 演绎得很生动 特别是在遇到自己的偶像时 不顾众人眼光 对偶像表白比心 也是早起十足 郭俊成本身也是一个 长相清秀 皮肤又白的男孩 在电视剧惹上冷电下中 他的女装扮相 也是惊艳众人 穿上裙子戴上假发 还化了一个蜜桃装 竟然比一般女生还要漂亮 真的是妥妥的女装大佬 不得不说 他八长大的脸 水汪汪的大眼睛 以及细腻的白皮肤 真的让一众女生羡慕嫉妒 长相俊美 五官精致的黄子涛来说 女装扮相就相当耐看 一袭长发 凸显五官的精致 勾人的桃花眼娇俏可人 就连黄子涛自己看了 都会爱上自己 涛涛还曾经用自己的女装图发薄 亲爱的 明年咱们结婚 我终于遇到对的人 爱你 这就是所谓的 风起来连自己都爱吧 有不少网友在线直呼 好般配 众所周知 白静婷也是不折不扣的女装大佬 白静婷的第一次女装 奉献给了古装剧 天圣长歌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造型还是不错的 穿上了类似 骑装如裙的款式 白色的上衣搭配蓝色的下裙 中间是以粉色的蝴蝶结 温柔甜淡中 增加了几分俏皮 加上她本来就脸小皮肤白 整体一点都不违和 然而不娘 还有几分温温尔雅的感觉 事实上 大多数男明星 女装扮相并不漂亮 但他们敢于为艺术先生的精神 还是蛮让人佩服的 虎哥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前辈 虽然他已经不需要靠 男扮女装来委屈自己 想找他演的导演多了去 但曾经的他 也扮演过性感女神 玛丽莲梦露 虽说还挺有模有样 身穿白裙 头戴金发 对着镜头扫手弄姿 红唇红指甲 连假发都很像 第一眼觉得虎哥生气十足 但定睛一看 一身肌肉很难不让人出息 甚至虎哥 你的夜毛和腿毛都没刮呢 和虎哥相比 助阵挺反穿的玛丽莲梦露 简直不要太撩 别的哥哥Wink是油腻 正正的Wink太致命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在电影唐人街探案中 就见识了刘浩然 王宝强 肖阳 三个人男扮女装 潜入医院 打扮辣眼 有性感 魔宝强脚踩 黑色高跟鞋 腿穿黑色丝袜 一身白色护士服 外加沙马特造型 多看一眼都受不了 而最抢眼的莫过于刘浩然 郁姐的发型 曼妙的身段 嘴唇泛红 并配合着风骚走姿 虽然搞笑又惊分 但依然迷倒了万千少女 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刘浩然弟弟开始各种恶搞 反串造型 玩得不亦乐乎 李一峰在主演的电视剧 活色生香第一集中 就有扮女装的场面 他穿了一身红色衣服 扎两个麻花辫 换了一个粉嫩的妆容 娇羞作作中 又透露出一股霸气 让人感觉娘妈娘妈的 李一峰为了这个女生装扮 也是很拼了 拍摄时为了更有女人味 在胸前塞了两个大馒头 他在这部剧第五集中 还化身为媒婆 穿上媒婆装 戴上头巾 头巾上还有一朵大红花 还点上了一颗媒婆纸 不得不说 这装扮有点拉眼睛 李一峰这张帅脸 也抵不住这种装扮了 霍剑华走老干部风之前 他在剧中的女装造型 也是毫无包袱 甚至可以说是防飞自我 不同一装摆变造型 浓妆艳抹 顶着一本正经的脸 摆出各种女生的姿态 一下子就能把喜剧效果拉满 曾经凭借严席攻略中 复查复衡一绝大火的虚凯 私下里也是妥妥的大帅哥一枚 只是没有想到 他也热衷于男扮女装 在沙雕剧《天舞记》中 他的造型简直不忍直视 空气流海 橘色过女装 丫鬟头型 还带一副耳环 名嘴傻笑样 相当雷人 简直五雷轰顶啊 在从前有座《零剑山》里 徐开也扮演过女装 说实话 他长得太装饰了 五官也偏硬朗 女装真的不适合他 娱乐圈内各式各样的男扮女装 有很多 从久远的上世纪开始 明星人就热衷于反穿一些有趣的角色 有的是认真女装 有的是单纯搞笑 还有一些自娱自乐 这其实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喜欢视频内容 记得点赞关注 同时也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关注